今天有点恐怖 刚刚广告前国务大哥那些的资料 国务大哥请上来 明明有些的标的股价偶尔还出现了大涨 我方不方便看一下那个分好不好 我好像觉得不对劲了 2002还有华航台达化喵一下 中刚今天有那么一点点开高走低 后来拉起来了 但没过早上的高点 华航我就光今天糟糕开高走低 再来台达化 所以今天的开高走低 已经有一点点讯号 是因为这些股有提前转落的征兆 但是中刚不一样 我先强调中刚是不一样 因为我是要拿这次来做药椅 来给大家讲 好那我们就逐一看了 来先看中刚风轻 记不记得中刚在前一波高点在这时候 后来有出现大跌 大家都很担心 我说其实你是不用担心 因为外资在这边开枪 但是公司不承认 公司觉得说没那么坏 所以我说当他股价再来到这的时候 你就选择站在卖方 就不要去赌公司跟外资 谁对谁错 记不过我讲这句话 他今天是不是来了 但是来到这时候我有提醒过 有一些钢铁股早已经领先做头了 你要利用这一波的反弹去做减码 好这是钢铁股 我们来看钢铁股里面一个基优生 叫做2015的风星 它是基优生 你记得在这地方有一种股票 两种股票是不能留的 第一种它有一个高点出现 第二个它又一个高点出现 当股市过高的时候 它有两个高点没出现的时候 这种股票一定要先 任何反弹就赶快先走 当大盘股市还在过高的时候 它竟然没过高 高点已经不再出现 这个要走 所以这个对比是大盘 对 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不要轻 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 它的高点是这样 很有规律的 一个一个比这低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 是这样子的情况 是这样左边一个高 就跟现在大盘一样 左边一个高 这边一个高 大概侧一点 左边一个高 中间一个高 它这边这个高 又不过这个高 或平行再下来 所以这三种的格局股票 你一定要利用 那个股票还强势的时候 利用尽量高 能跟着走 就赶快跟着走 航空的滑航 好 你看航空股很多 还是看起来很亮丽 但是各位注意 在前一波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12682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证券版 全面打开 其实前几天我们也看过 那种所谓航运股 钢铁股都是涨停板 然后后来跌停板 通通出现了 你看 中股票有没有看到 一个高点 两个高点在这 请问大盘过高 它有没有过高 甚至这个盘整盘 都已经破了 那就是你刚画的那种 两个高点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中股票 告诉你说 要利用这个族群 还垃圾起来卖掉 为什么 因为它即使回到这 它也最多只是一个 区间盘整 可是将来如果下来的时候 你的风险大 你就可以重新换到 相对低档的转折股票 长龙航空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看 这是一个高点 两个高点 三个高点 几乎就是我们讲说 一个下降轨道 这种股票碰到压力 就赶快走 你看 学了一套标准之后 各股都可以用 高点没过 低点有破 讯号一 黑黑棒比较多 讯号二 然后涨上去 卖下来的上影线 好多好多 头上长毛毛 三讯号 麻烦就先调节一下了 塑化的滑下来 好 你看到没有 中股票是不是 哇 今天台塑 台塑化都很强 你看钢铁航运塑化都很强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 连高点都出现都没过 频繁整理又跌破 它今天没涨 现在跌一毛钱 所以我说这类型股票 因为它极其高了 位阶高了 我觉得不是说它坏 我不是说这些股坏 只是这些股未来 不是进入盘整 就是要拉回修正 所以尽量避开去换股操作 最后一档 好 台塑化 台塑化 有没有看到 师傅我跟你讲 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 是不是这样 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 其实在航运股 在钢铁股 在塑化股 很多这种 葛国大哥的苦口婆心 就是为了要保护您 如果您的股票 吻合这样一个条件 麻烦要稍微调节一下 这个例外 其他都要小心 那么因为卖掉了 我如果这个卖掉了 钱出来 转往下坡主流 是吧 是 完全正确 好 那所谓的下坡的主流 反弹股在哪里 或是所谓帆多股在哪里 第一个 它要有未来 它的产业题材 仍然是台北股市 大盘的主流 产业主角 对 还是产业主角的 第二个 它的缺货题材 长时间不会改变 再加上它的报价营收 都会持续成长的 业绩成长的 第三个就是 它有利多即将公布 但是这个东西是很难 然后或是说 它的未接处于低档 转折相对低档的 那这些股票 具有这条件的股票 会成为下坡主流 好 第三点是 利多将公布 或未接处在转折相对低档 葛大哥我问你 下坡反弹股是一二三 都要同时有对不对 尽量越多越好 如果三者都有 是百分之百涨 越多机率越高 但是只要有两项 我觉得这些股票都一定要涨 观众朋友 因为今天葛大哥的第二大题 是负责 一保护您获利了结入贷等 这一类 二展望未来 有机会的伏兵 这一类 因此第二张下一张 就来找下坡伏兵 好 宏基本身来讲 它是冲高的阶段 它今天涨停板 对 因为它的第一季获利 创了十年单季最赚 这个凸显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要利多在前提 第二个是它业绩 一定要业绩为导向 疫情在扩大 笔电热卖 第二个台积电 三角收敛开始进入尾端 全球最大晶片 全球晶片大缺货 晶片代工龙头No.1 这边很重要一点 在曾经是台积电的 前五大客户 一个叫比特大陆 中国大陆的那个 挖矿大厂晶片的设计 现在卷土重来了 我跟各位讲来看今天报纸 比特币的大陆东山在一起 捧现金下单台积电 这个是所谓的供应链讲出来的 我们再次讲讲 比特大陆是一家公司 中国大陆的IC设计公司 它设计什么 挖矿晶片 设计好之后 给台积电制造代工 重点是它在2017年的时候 它曾经把台积电股价 200多块涨到400块 因为它缘 因为它已经成为前五大了 那在这个地方 今年的下单 2017年的历史 有可能会重演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台积电的机会来 因此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它这个 这个是现在大家还不知道的 所以挖矿金没有用到 五奈米仙计这场做 对 它下非常大单 而且是抱着现金 洪海 洪海本身在这边 利多转折的起涨区 因为它第四月份营收 创史上新高 电动车 2020年大敌财 四月营收创历史高 成立国汉就跟国具 找两块钱以下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所谓的原件 原件地方 它要开始做未来的车子的供需 让所有供应商需求商 一次供应给它足够 是提前的卡位 接下来的联发科又是一个重头戏 它是在上针轨道 回到支撑的地方 那手机晶片是全球的出货王 美国媒体说 它是第二个 第二座的护国神餐 未来四年每年加发16块 下半年推 这个很重要 会让它业绩大发 然后最后的 5G高阶晶片 5G高阶晶片 联电的部分 箱形格局回到了低档区 8寸晶圆这个订单是爆棚 代工产能缺到明年 千亿的扩厂 由六个大咖来掏钱卡位 哪六大咖 就是像什么联发科 三星 这个最大的六家 然后都卡位 然后六个外资目标价 是看到70到80 最高已经看到80 也回到箱形格局 宏基看到联电 党党看个K咯 宏基 好 我想宏基在这边 一定会挑战这前高 或过这前高 因为它今天走势 但是因为位阶 说实在是偏高了 消息也出来了 不鼓励大家追 不鼓励追买 如果你要操作 沿着五日均线操作是可以的 台积电 第二个台积电在这张 有没有看到 我过去一直强调的 收敛三角 各位这个已经到块尾巴了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能够有心人推向 其实台积电尾巴 已经偷偷动作 如果能推过 还有两个地方是买点 注意 这个地方都是最佳买点 将来突破这个地方 也是买点 那个是季线610 就是说它这种三角收链有两个买点 一个是在最低点买 一个是突破去加 这两个都是买点 好 洪海本身在这个地方是利多的公布 又回到长线均线 所以它这个地方 有可能就开始转强往上 因此在这情况下 你就看它后续的题材 因为2021年全部都是电动车题材 联发科 联发科在这个阶段我说过了 它是一个上升轨道 那上升轨道回到低档的时候 因为它夹带着业绩的优势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一定要表态 如果这些不表态的话 后面股票强不起来 联发科的千元对它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强劲铁板吗 我觉得一定是 因为这个长红棒就是在这附近 所以它回到这根本就是买点 好 再来联电 好 联电的目标价已经调高了 也回到前波的低点 将来这个相形格局的话 它现在是在所谓相对历史最低点 而且未来营收 继续成长 未来八寸晶圆一定是大缺货的 这是相对的波段低点 回到起账点 好 感谢葵国大哥 非常谢谢您了 今天葵国大哥帮我解大盘 又提到了他 未来下坡主流 我在乎第二大题 台股呢 以他今天的看法还蛮简单的 为什么今天会说红K棒呢 因为葵国大哥交过了 当一档股票或一个市场 回档黑K三五支 就会出现好买点 难怪今天大盘出现了红K棒 这是好买点 只是这个好买点 因为波段跌幅重了 好买点不是叫你挡挡买 下一页 如果您的股票出现这种空头反转 弯头向下 在高档位置有这种 KKKK的形态 麻烦是要调节都理由简单 因为大盘K线 先结论一下了 葵国大哥的大盘 结论是这样 他说端看这个点 17428 如果他 先说他的版本 他说呢 他觉得现在掉下来 弹到17428 可能过不去了 压力是比较大一点点 但有但书哦 除非我待会再来说 第二题留伏笔了 除非如果过了17428 在这过了之后 还会再往上冲 因为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我是赌这个 他赌这个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点火种来带队 但国大哥觉得这样的几率 是比较高一点点 行情帮您划完了 只是呢 为什么他会觉得17428 还会这样子的几率高呢 因为有些的股票 卖压真的比较重 因为三大特色 利多不断了 涨势强度已经不整齐了 还有呢 过高主流股 本来一个足球 大家都涨停板 现在没有了 有人零星点火 有人压根人都不长了 三大警讯提醒您 像这一些呢 可能逢高见到危险的K棒 就要卖掉 在乎的是在未来 即将出现 下坡主流 三大条件一定都要必备哦 谢谢哥哥大哥 帮我挑出来了 相关概念股 刚刚看了他的题材 跟未来的期待性跟展望 以及K棒都扫描 机会是属于你我大家的 棒子每个人都看得到 而且呢 下坡主流 如果有机会 那么是不是就是 另一坡的开始呢 先说 哥哥大哥 以上结论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 来个大主题 谢谢哥哥大哥 都已经说完咯 赶快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重点 来看 建成带来好东西 4号到6号连续三天 国际台湾资安大会开幕 现在还在展览 请问呢 他的重点呢 而且我要去抓哦 资安等同国安 我们总统早就说过了 那么如果 视同国安 资安的这个产业 未来的产值 商机跟期待呢 资安讲的是国际市场哦 您怎么做呢 您怎么回事 都已经是一张 您怎么回事